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聊一下這次的1.4.0版本更新後一些新增的項目與新增的BUG 首先就是一個很悲慘的新聞 也是更新後很多觀眾留言問我的問題喔 那就是這次更新後用包裝紙包裝零錢送禮提升親密度的方法還可以使用嗎 很不幸的這方法在這次更新後已經被修正了 那用這方法來送禮已經無法提升親密度了 大家還是用老方法慢慢與動物們培養感情吧 而關於送禮獲得照片在上上一個版本有教過大家 在舊版本中我們只要送賣價超過500元的物品 就有機會獲得照片 玩非本島特產的水果賣價剛好是500 符合這個條件喔 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們可以送非本島特產的水果獲得照片 但是在上一個版本中照片的價值被修正 提高到我們需要送賣價750元的物品 才會有機會獲得照片喔 在上個版本中我有提醒大家無法再使用送水果的方式獲得照片喔 可是在這次的版本中又有所變化啦 差別在於以前我們10個一組的水果放在道具欄中 我們使用包裝紙包裝 系統會自動扣掉其中一個把它包裝起來 而在這次更新後我們只要用包裝紙包10個一組的水果 會變成10顆水果都會被包起來喔 也就是這一份禮物的價值就變成是500乘以10 也就是5000塊錢 那我們要送到獲得照片條件的750塊 只要包裝兩個一組的非本島特產水果就可以囉 那大家下次不妨使用這個方法送禮試試看喔 另外還有一則消息呢 也是這次更新後偷偷改動的部分 同樣也是關於送禮 相信這幾天大家玩下來應該都有發現到了 在更新之後我們送禮給居民的時候 居民的回禮新增了以前沒有過的壁紙與地板的項目 這對我這種很懶得每天去狸貓商店 檢查是不是有新壁紙跟新地板進貨的人來說 真的是很棒的改動 接下來是關於每日我們地面上會冒出金光的點 在這次更新後它改變了出現的條件 原本它的出現條件是要在周圍有3x3空間的空地上才會出現 但這次更新後它不再受此限制 即使只有一格的空間它也會生出來 那根據其他觀眾回報它還會生在樹的後面 找不到它的話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另外它也在這次的更新出現了一個BUG 也就是說如果它還在發光的狀態下 玩家還沒有把它挖出來 那我們在這個時候進入夢境到別人島上去過 再回來的話它的光就會消失了 它會變成像平常畫時埋在下面的那個XX符號 挖起來裡面仍然有1000的零錢 但再埋回去它就失去變成金錢樹的功能了 下一則消息就是大家有沒有發現我今天影片畫面變漂亮了呢? 是的 現在在拍照模式的時候我可以把旁邊的功能提示給關掉了 這樣子我們在錄影片的時候就更方便了 我也會善用這個功能為大家帶來更好的影片喔 再來是大家應該都已經知道的圖坦卡門面具 在這次版本更新後我們只要挖到一顆金礦石 就會獲得道具的DIY方程式喔 製作後戴上面具會有一個詛咒的音效喔 而戴上面具跑步的話會跌倒 周圍有NPC的話他們會對此做出反應 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你們拿著煙火大會從狐狸手上拿到的氣球 再戴上面具跑步的話 跌倒之後氣球就會飛走消失喔 請大家要注意一下喔 再來是關於服飾店這台機器 也在這次更新後偷偷的追加新功能 現在我們只要進到這個機器畫面就會看到 新增了一個找特定條件的功能喔 例如我們在這邊想要找地板的圖案 就可以選擇這個地板的選項 它就會顯示最近投稿的前100頁的圖案喔 那我們也可以在上面搜尋欄最佳條件 來找到更符合我們期待的設計 大家在改島時可以好好運用 製作更多酷炫豪宅啦 接下來兩則消息都是官方有公布的改動 一點就是這個水汪汪眼鏡 在這次更新後會隨著玩家選擇的膚色做變化了 不過這部分在動物們身上是看不到效果的喔 再來是新增了資料備份功能 大家可以在遊戲開動畫面這邊按下剪鍵 就可以設定資料儲存的項目 那在之後可能出了什麼問題導致資料損毀的時候 就可以透過這個功能將紀錄給救回來喔 建議大家都去開動一下喔 再來有一項更新是關於任天堂Switch的APP 也在這次更新的版本中追加新功能 當我們看護照時可以看到我們的夢境門牌號 也可以查看我們最近去過哪些島 以及自己的夢境島被拜訪過了幾次 大家記得去更新喔 另外補充一個小知識 當別人來我們島上的時候 與我們自己本身的角色對話時 我們都只會重複說同一句話喔 而我們會說哪一句話呢 就是看我們護照的這一欄 打了什麼內容喔 我們在自己的夢境中 就會重複的一直說那一句話啦 大家就可以好好想一下 要設定怎樣的對話內容喔 接下來有幾件目前已知的BUG 向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在推特上有零星的案例發生相同的BUG 但我看對遊戲影響其實都不算很大 應該很快就會被修正喔 那我就快速的跟大家報告一下 第一個呢 是原本會倒在沙灘上的旅遊呢 在這次更新後 有部分的人出現了旅遊倒在陸地上的情形 那發生的原因不明 再來是用旅行圈出島的時候 會有吃了水果卻敲不破石頭的BUG喔 還有不明原因造成山壁敲不碎而無法進行改島的問題 還有少部分的人發生想要移種灌木喔 但是挖起來後卻種不回去的BUG 以上幾點BUG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自己是都沒有遇過啦 也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喔 影片最後再來介紹幾張觀眾畫給我的圖 這兩張都是來自香港的小朋友畫給我的阿姨喔 一張是12歲小朋友畫的 另外一張是11歲小朋友畫的 都超可愛的 我真的是非常感謝你們的支持喔 另外這張是在IG上面收到的圖 這個構圖太可愛了 我自己也很愛把頭放在我家貓咪的頭上一起自拍喔 另外這張是一位觀眾畫在他島上的布告欄呢 能再布告欄畫成這樣真的是超級厲害的 再來我也要感謝在阿姨生日會那天 有來我島上布告欄畫阿姨的各位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